日前花蓮就业中心针对结束营业的花蓮东旭关海酒店 提供被资遣劳工失业给付以及就业服务等宣导和资源 在24号起办理了三场包含花蓮宜员度假村 花蓮天响金华饭店以及花蓮理想大地争彩活动 期盼促进花蓮就业市场提供更多优质工作机会 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饭店业 前三位雅士都饭店的花蓮东旭关海酒店 在2021年才刚接手营运 今年3月份开始因建筑物主体耐震力不足 业者决定暂停营业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极一花金马分署华蓮就业中心 日前在东旭关海酒店提供被资遣劳工失业给付及就业服务等相关资源和宣导 24日起在就业中心现场举办饭店旅馆现场单一增财 要协助事业劳工职业规划在就业重新出发 现在饭店住宿业其实都是在一些现场的人员都缺工缺很大 那目前我们的话就是在柜台人员 房屋人员跟餐饮人员这部分的人力是很缺乏的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开放了 不管是出国或是国内的旅游 那现在国民旅游的现在大家出来都蛮平凡的啦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希望说可以尽快捕捉我们的饭店人员重新人员 不同的工作会有不同的资格要求还有待遇条件 详情可以参考花莲就业中心的网站或打电话来询问 本次的真才活动目的在促进花莲地区就业市场 提供更多优质的工作机会 也希望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加入饭店业 除了24日花莲宜员度假村 还有25日花莲天祥精华饭店 以及27日花莲理想大地真才 提供多种包含柜台接待、房屋人员等职缺 31日则将在花莲县社会福利馆 举办113年度多元就业开发方案说明会 这次说明会我们会介绍这个计划的目的、内容、申请流程 还有注意事项 有兴趣参加的民间团体 欢迎在3月29号前上网搜寻 花莲就业中心资讯整合平台 点击活动报名或者是打电话到花莲就业中心报名也可以哦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3832 3262 分机6353 刘芳君小姐 乡亲可尽早致电花莲就业中心报名 此判促进花莲地区就业市场提供更多优质工作机会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入就业行列 接着掌方案华临时报导 例外 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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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